林郑英对僵尸片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1988年僵尸系列即将拍摄第四部新作《僵尸叔叔》 可是在播出的时候就有很多网友惊讶地发现 这部剧做出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那就是林郑英并没有参与 代替她的是知名演员吴玛 看见这个演员表以后很多网友都非常的失望 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顶替林郑英的存在 可是在播出以后这部《僵尸叔叔》却大获成功 里面的情节不但非常搞笑 而且还环环相扣 比其他的几部都要成功许多 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可以和僵尸先生相媲美的电影 吴玛也由此成为了大火大热的僵尸片演员 不过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的网友感到非常的遗憾 他们认为如果是林郑英来出演的话 或许这部片子能够更加成功 毕竟光是她的名声就足以吸引很多的忠诚观众前去观看了 那么林郑英如果真的演了《僵尸叔叔》的话 是否能够达到最后的效果 又是否能够突破吴玛的这个票房呢 首先吴玛在名气上来说和林郑英可以说得上是不分上下 当年的吴玛自己在圈内受人尊敬 也是网友公认的老艺术家 她在这部片子里面之所以能够受人欢迎 更重要的是她精湛的演技 即使是林郑英过来出演 也未必能够完全盖住吴玛身上的那种光环 《第二僵尸叔叔》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 其实剧本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为这部片子前期更多的是搞笑 可林郑英却显得有些太过震惊 如果由她来出演的话 不但不会让网友感到搞笑 反而还会有几分沉重在里面 这样一来就完全失去了这部剧的初衷 投资人一开始之所以愿意换掉林郑英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吴玛的演出可以说得上是无可替代 《第三林郑英》虽然被很多人称为僵尸片的始祖 可实际意义上吴玛呈现出来的效果并不比她差 尤其是僵尸叔叔的口碑很好 从这一点中就可以知道吴玛的演出 其实已经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只是因为林郑英之前所饰演的道长形象太过深入人心 所以才会给人带来一种吴玛不如她的感觉 《第四》僵尸先生和僵尸叔叔究竟哪一个更好 近些年来也颇受争议 因为僵尸先生是第一部播出的电影 也开启了僵尸电影的年代 所以被誉为经典中的经典 但是论起内容和剧情来说 僵尸叔叔并不比她差 这样一来其实林郑英并不是完全没有接班人 各位网友你们觉得呢